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近日的日本将棋骑胜战中 日本将棋骑手藤井聪泰七段 年仅17岁的小选手打破了保持30年的记录 取得历史上最年轻的骑胜头衔 对此龙王的劳贩作者发推特祝福并表示 我的作品不是虚构的 懂了 那么请问可爱又色气的师姐去哪里领啊 还真有啊 哦 哦 那没事了 也许这就是后浪吧 看来我们这代人是真的不足以想象你们的未来啊 疑似的受新冠病毒的影响 近日 的销量大幅提升 相关品牌 表示 今年二三月 单身男性的订单增加了约51% 而四月来自情侣舰的订单 相比于去年增加了约33% 哎 今年受新冠肺炎影响 本以为白夜萧条 没想到这场灾难下居然有这么个行业蓬勃发展 这么说来是不是 和 以及 之类的 是不是现在都发展挺好的啊 自7月20号起 在长达六个月的关闭后 全国疫情低风险地区营院重新开业了 六个月 六个月 你知道我六个月是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在家里面看渣渣灰王探王来院 你知道这多有趣吗 啊 好了 不开玩笑了 那我来看看都有哪些电影吧 好吧 看来还是那些老电影 深游民导优理发推资宝黑历史 不小心将自己画的随笔漫画 放到了申报的资料里 并一起寄到了日本的年金机构 直到在对方将自己的漫画寄回之后 自己才意识到夹到了一起 顺便一提 他画的还是HOMO类的 好家伙 这就像是给门王开追悼会 在追悼会上拿出了他生前用的电脑 结果误将他珍藏作用的宝贝放了出来 那可太惨了 等我老的那天 一定记得把家里珍藏的同人本 转送给有缘人 芳芳于未然 下面是哔哩哔哩周报时间 让我们来看看这周B站都搞出了哪些东西吧 仅仅B站上架了新海城电影《天气之子》 这部电影其实和新海城往常电影有些区别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 这次的女主是一个年夏 哇靠 新海城这个解控却会搞个年夏的女主 这着实是比较少见啊 当初没有赶上去电影院观看的朋友 可以好好补一下 三月的狮子 正人把电影上下两部一起上架 主演《神木龙之介》 给你的名字男主配音的也是他 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来观看 近期一档有B站打造的 UP主综艺节目《欢天喜地好哥们》 正式开播 每周五更新 嘉宾正是大家熟悉的阴阳怪奇男团 看来这个暑假 阴阳怪奇的粉丝们不亏无聊了 由于说一就这个名字起了吧 有点太接底气了 总有一股央视习剧类节目的气息 什么欢天喜地过大年 欢乐习剧人 冲冠刹然足挖戒 近期著名演员张萌 与歌手李斯丹尼宣布入驻B站 作为乘风破烂姐姐成云之二 张萌宇里斯丹尼可以说是前后脚 创建了B站账号 现在B站乘风破烂的姐姐 已经入驻了足足11位 这么看来早晚有一天 B站能够收集起这个节目的全图件 就名歌手杨超越也入驻B站了 就凭超越妹妹的人气 自然会有一群官方号来祝贺 不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最后搞着搞着 评论区就变成了大型抽奖现场 哎 果然经理妹妹就是不一样 这么看来我们是不是也得搞一波抽奖啊 转发这个视频 我们会抽一个人送出老板的色图一份 对 就是上期节目里出现一张性状图 最后是迷惑行为大上时间 让我们看这时候都有哪些奇怪的沙雕图吧 哎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素水奖是什么奖 花江下树又是哪个树啊 橘公司又是哪个公司啊 拉面式口罩 要是戴上这种口罩 我的耳朵将承受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价值6万人民币的口罩 这戴一下子不光耳朵疼鼻子疼 肉更疼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垫一垫是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的问题的 个子不够高可以垫一垫 欧快不够大可以垫一垫 长得不够凶也是可以垫一垫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五次元快报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空泰 我们下周再见